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转过来说 你实在大有能力 但你根本没有心要把这个世界搞好 所以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坏 那么当一个罪人可怜善意的时候 你说这个像样不像样 主啊 我相信你是有能力的 但你不愿意嘛 那我就顺从你了 你既然不愿意 表示你这个心不大 那我原谅你 或者主啊 你是大有能力的 但是你是大有慈爱 大有良善的 但我也不能怪你 因为你能力不够 我原谅你 当人站在原谅上帝的地步的时候 人还像人嘛 当上帝需要人原谅的时候 上帝还像上帝嘛 所以这两个之中的一个 或者两个都一样的 是对上帝的不了解 对上帝的侮辱 对上帝的本性中间 一个很大的伤害 而这些东西不但非基督徒 常吊在这两个矛盾中间 连基督徒本身在不明白神的时候 他对神都有无意有意的 或者下意识里面隐藏的 这一种矛盾 而不能调和 请问你有这样的困难吗 你感觉到上帝全能吗 那是我知道上帝是全能 我再问你 你知道上帝全善吗 那是我相信上帝是全善 那我要问你 全能的上帝 为什么不用他的能力解除这些问题 你说我不能回答 全善的上帝 是不是因为没有能力 所以他就让这些支撑呢 那时候我也不能回答 所以相信了许多不深入思想 这些问题的基督徒 他们遇见一个很大的困难 这个困难是什么呢 就是我盼望两个都接受 但是我没有办法调和他 你的困难就是逃避理性的追逃 你的困难就是逃避逻辑上的冲突 你的困难就是没有深入思想 就糊里糊涂信下去 然后你对那些提出这些矛盾 问题的那些知识分子 你就对他们你不信 你干硬着信 你乱讲 这是侮辱我的上帝 你就以轻看藐视的态度 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他们遇到的困难 就失去对他们传福音的可能性 今天为什么最聪明的人不在教会 为了教会给那些世界上最有秀文的人所倾看 因为我们不但不了解他们的困难在哪里 我们也根本没有预备心帮助他们的困难 当我们预备心帮助他们困难的时候 发现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我们所明白的困难 比他们明白的困难有多少深度是超越他们 相反的有许多基督徒对真理的思想浅到一个地步 甚至他们来不禁明白对方到底想得多深 遇到的困难多大 就已经先轻看对方 当这种肤浅的领袖在教会中间的时候 教会没有办法成立世界的光 当这些肤浅的领袖没有明白 连外邦人都比我们想到更深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只能自己以为自己有义 在教会里面自己保守自己 我们过一个夜郎之大 我们过一个自以为义 我们过一个的以守遮天来欺骗自己 欺骗世界的生活 今天教会在这样的光景中间是非常非常可怜的